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板上市辅导基本情况 这个文件一发布呢 也就代表着由中国铁路总公司控股的这个金户高铁 将会成为咱们国家的第一条高铁线路 整体上市的这个上市之旅 正式地开启了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京户高铁全长1318公里 纵贯北京 天津 河北 山东 安徽 江苏 上海等7省市 连接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1年6月30日开通运营以来 已运送旅客9.4亿人次 作为铁路及沿线车站的投资 建设 运营主体 京户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 注册资本最高时为1306.24亿元 目前已减少至400亿元 公司现金流稳定 已连续盈利超过三年 属于铁路135发展规划中 明确地实行资产证券化的高速铁路企业 已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第一个是标志着铁路资产证券化的重启 第二个就是铁路今年是提供混杆 一个很重大的转正年 混杆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股份制 第三个就是铁路来整体资产 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就先开放 近几年 高铁的建设速度不断提升 负债规模不断扩大 专家表示 引入资产证券化 可以有效改善铁路的资产负债表 从当年的这个铁道步到后来成立 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 有公司 有企业的概念了 再到现在这个金户高铁股份 有一些公司即将成为一个上市公司 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 就像现在复兴号的速度一样 非常的快 但是这样一个以一条铁路 高铁线路作为基础的一个上市公司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运行情况 给大家看一看 刚才片子当中也讲了 总长线路是1300多公里 车站有24座 运行速度是每小时350公里 其实设计时速比这个更快 另外开通8年来 一共是发送了旅客近10亿人次 这个相当于咱们国家 现在总体的高铁发送旅客的 差不多八分之一 而且出现了一个峰值 在去年的5月1号 它一天的这个旅客发送量 是差不多67万人次 相当于在一天时间内 把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集体给搬迁了一下 可以说这样的一条高铁线路 是集中了中国高铁发展的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个缩影 现在它要上市了 大家都在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上市以后到底是谁能够获益 咱们国家这个高铁以后发展的方向 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吗 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 和我们共同来分析 一位是北京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还有姬佳伦先生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不知道两位刚才看到 这样一个基本的运行情况 两位心里边能够简短地描述一下 以后这个金户高铁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市公司 运营情况和盈利能力 在整个的这个铁路 或者上市公司当中 算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当量的企业 金户高铁是一条黄金线路 它连接两个大的经济区 环渤海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 另外有七个省市 几亿人口 还有两个直下市 两个直下市 所以它的盈利呢 是黄金线路 它盈利能力是最强的 那么相对应 就是说铁路管理 如果上市的话 要促进铁路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实际铁路呢 要增加它的造取能力 要进行上市 这是一个迈出第一步 所以这个对社会影响很大 这条铁路其实现在已经是一只 每天可以下一颗单的机 就是它的盈利的话呢 非常的稳定 所以它上市了以后 肯定会受到市场的追捧 因为它的预期 它的所在的这条线路里面的话呢 包括人口 包括GDP 人均GDP等等 这样一些指标的话呢 都决定了这条线路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可以稳定的 获得收益的这样的一个下单的机 没错 它这个沿线呢 给大家补充一下 占到了咱们国家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且经过的这些省份和自治区呢 是占到总体咱们国家 GDP的四成 但是它这个刚才 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盈利能力啊 咱们按照这个公司来算 您看从13年到17年 其实开通的前几年 前三年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都是一个亏损的状态 一直到16年17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后边才开始逐渐的盈利 而且这个盈利的这个 连续的增长 按照这样的一个盈利的级别的话 当然按照上市公司 必须三年盈利的 这样一个基本上主板的要求的话 现在是刚刚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刚才G先生提到的 盈利能力 从这个账面上看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只是因为 它盈利能力强才上市嘛 非常重要的 刚才刘哥提到这个 它倒逼我们的改革 到底是怎么倒逼的 倒逼哪些改革 这里边一方面你要变成一个公司 真正的公司 因为铁路现在建设有十年的时间了 就是开从第一条高铁建成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那么它的环带压力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公司改革 然后增加它的造选能力 使我们公司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样的话所以下一步 它发展前景还是很好的 如果通过这个迈出这一步 对后边影响还是很大 铁路将来要整体这么好的资产 盈利还不够高 所以我们改善它的管理以后 能够真正变成公司市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有更强的自我造血能力 但是刘哥你看 除了这个自我造血能力以外 很多人都在揣测 它经过高铁上市的主要意义是吗 有人说是为了平衡债务 因为铁路的债务比较高 有人说是探索这个混改 有人说是提升运营和进一步的能力 包括开放铁路资产等等 您就最重要的意义 都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验证 就是如果要是它上市成功 就是对于整个中国高铁建设模式的一次验收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现在这个经济高铁要上市 不是最近才想起来的 它是在建设这条铁路的初期 在2008年的时候 就已经建立了这个公司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 无论是融资和运营 都是按照规划这么一步一步来的 那么在多长时间里面的话 可能要亏损 然后什么时候盈利 大体上可能比原来的设想 差不多 差不多 那么这样的一个应该说 是运行的条件非常好 那么就是说 它在开始的时候 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套方式 这套方式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说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这种积极作用 然后让沿线的各个省市 他们成立投资公司 然后通过出钱出力 那么最后呢 在他们那一段的话呢 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个铁路的拆清 所有的这个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能够完成 那么大家一起 把这个 然后的话 还吸引一部分社会资金进来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合力 这是一种模式 那么这个模式呢 如果通过上市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证明了这种模式的 它的设计的话呢 是合理的 是正确的 而且现在呢 那么如果上市了以后 融到的资 就是说这个母鸡下蛋了 那么我还可以再扶下一只的母鸡 那咱们来看看 现在就您提到 这个是一个社会融资 基本的如果是个上市公司的话 股比是怎么安排吧 现在您看 整个的金户高铁公司的主要股东呢 我们把前三家做出来了 首先当然是控股的 这个中国铁头 占了51%以上的这个股份 另外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这个是按社会资本来算的了 它占比呢 是第二百分之 接近14% 还有就是全国社保基金 占到8% 其他剩下的 就是刚才刘哥说到的 沿线的这各个省市 每个省市一家公司 对 刚好是每个省市 有一家公司进行的投入 这个股比是放在这了 但金先生 很多人在想 你一条铁路线路 作为上市公司的话 按照一般的上市公司 你的人财务 是有很清楚的资产界限的 你这个铁路 比方说 它从北京南站始发 到了上海站 始发为您服务的 这个铁路工作人员 这个人算不算这个公司 然后沿线这个铁路沿线 包括还有其他 新主的高铁也要经过这等等 好像包括车站 这些怎么能够清楚地 划定这个上市公司的资产界限呢 这是主要的难点 这个资产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 过去这么多年 铁路一直推动改革 困难重重 为什么呢 原来想总体打包上市 或者是按铁路局来打包 实际上它的资产边界 很难划分 那么金户高铁 是比较容易划分的 首先有金户高铁公司 然后它的购买服务 比如它的运营管理 像北京铁路局 上海铁路局 上海铁路局 对 几个铁路局 购买它的运营管理 然后比如公安 由公安系统购买的服务 所以这个资产边界容易划分 因为它新的 另外呢 它的人员也相当比较简单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就是说 它上市的条件 是比其它整个上市要容易 那您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难点还是首先呢 就是要弄清楚 就是说账要算清楚 过去我们有大秦铁路公司 有广深铁路公司 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就是铁路里边 合资公司很多 现在高铁都是合资公司 都跟地方合资建设 那么没有上市 很多有些公司没有上市 那么他们的有些意见 就是我资金投到铁路里边 以后不太透明 到底收益有多少不太透明 不清楚 那么就说这方面 就是说这个规范化管理还不够 还有您刚才说的 我们买的这个社会化服务 好像它也没什么溢价权 只能买这家 只有一个卖家 要的比较高 所以它盈利也不多 那么下一步 我觉得金户高铁公司 要上市以后 一定要规范化管理 而且要公平合理的定价 就是现在这个公司 看起来它是一个严丝合缝的 一个上市 就是一家公司 一家股份公司 但是应该说 它不像我们所通常理解的 一家公司运作 有员工 有领导 然后有它的经营方式 它更像一个财务公司 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把铁路里面的 各种建设 各种运营 各种 然后进行一个算账 然后最后 那么算到这样的一个 上市公司里面来 但是如果要上市以后 那可能我们就期待 那么这家上市公司的话 它能不能向进一步的市场化 实体化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它的票价的 开的车次 然后它的票价 然后它的峰值和峰谷等等 这样的一些调整的 它有自己的能力了 比如说它还有它自己的品牌 和市场的部门 那么这样就真正的 有了一个商业化的运营 那么现在看 它上市之前 仍然还是一个 算账的一个财务公司 但是如果要是上市以后 我想可以探讨 那么进一步的话 变成一个实体化的公司 对 也就是今后的 这个想象空间 包括盈利能力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 这种空间 让大家去揣测的 但其实现在 这个金户高铁发展的 确实给大家看到了 这种潜力 比方说从一开始 修好这个金户高铁以后 北京和上海之间 来往这个旅客 十个人当中 只有两个人 是坐金户高铁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十个人当中 有七个人 都是坐这个金户高铁的 当然上座率也非常高 现在达到了 17年的这个80%以上 但看到了这样一个 最好的资产以后 其实很多人在问 除了金户高铁以外 其他的高铁线路 也能够成为上市公司吗 我们怎么通过 这个金户高铁上市的 这个带动去促进 我们更多的高铁的发展呢 还会修哪些高铁呢 我们来看看 2018年 全国铁路紧密对接 国家重大战略 优化完善 京津冀和雄安新区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等铁路规划 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顺利开通 杭黄 哈加 哈姆 等高铁新线 全部投入运营 截至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到13.1万公里以上 其中高铁2.9万公里以上 在稳投资 稳就业 稳预期 以及加大基础设施 补短板等方面 铁路建设效果显著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了8,028亿 其中国家铁路完成 7,603亿元 投产新线 4,683公里 其中高铁4,100公里 金先生 刚才这个小片当中 最后我们铁路总公布的数字 引起了我的注意 8,000多亿的固定投资去年 7成都是在中西部地区 这些地方的 我们的高铁盈利能力 显然是不能和金户高铁来比较的 那今后我们铁路 更多地往中西部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多少是能够达到 我们这样上市的标准 并且还有变成盈利公司的能力的 这个金户高铁上市以后 要做一些探索 因为它现在的企业的流量 客流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其他的铁路 它有一个吸引客流的过程 而且有一个建设过程 比如说举例的正西高铁 头几年我们很着急 好多人很悲观 每天只开拔队 就是晒太阳 为什么呢 两端没有修通 那么去年修通了西城高铁 然后东边连到渠州 连通以后 现在我上个月到郑州去了解 已经开了70多队了 那开始盈利了 所以你只要建了铁路网 铁路进入铁路网以后 盈利是没什么问题的 所以您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的社会资本 刚才一开始说的很想引入 这个时候他们能够放心地引入吗 为他们起了一个什么样表率的作用 就是你当然要 你的资金的 你这个企业要划清你的资金来源 要搞清楚 比如说过去很长时间 过去一直想打包上市 对社会吸引力不大 那铁路也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过去的企业办社会问题 严重影响铁路体制改革 效率很低 所以现在铁路的大学 什么中学 医院 包括公安 都剥离出去了 所以这个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就容易进入 变成一个企业 刘哥觉得这个往下发展 还有这么好的案例吗 我觉得金户高铁的确是最好的 最肥的一块肉 但是现在看 很多有一些繁忙的线路 其实不止一条 有好多条 其实在这些线路 常跑的这些乘客的话 其实既可以当乘客 也可以当股东 买了票还可以买一票 比如说像这个 比如说从厦门到深圳的高铁 基本上买票非常困难 你看那个线路不是那么长 但是它的运营状态很好 还有好几条这样的线路 那么这样的一些线路 其实虽然在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按照 一个股份公司的方式 去筹授资金 但是它完全可以 因为它的帐路什么东西 都是非常的清晰 因为铁路的话 都是一条一条修的 那么而且当时的话 大家出资人 这个股权关系 也都是很清晰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有 陆陆续续的 有类似其他的 这样的一些效益 也比较好的 它能够吸引 更多的民间的资金 能够进入 进入了以后 那么更多的资金 那就用来支持 下一个就是说 目前还没有获得 盈利能力的 这样的一些铁路 但是只要这个网 现在就跟城市地铁一样 网越多 越密 最后坐的人越多 但是你看 刚才刘哥提到这个 就产生一个悖论了 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又买了这个 铁路公司的股票的话 那我就多做 我希望作为股东 我希望这个票价越高 我的收益越多越好 但是我作为消费者的 我可能希望 这个票价越低越好 以后这些 如果都成为上市公司的话 票价会出现 什么样的变化 我也分析了一下 票价 因为一方面 国家有一个价格法 这个发布了一个价格法 关于一二等座 高铁的一二等座 是有一定限定价格的 它有一点浮动 那么你的卧铺和商务座 那个浮动 就可以自主定价 但是它也不敢随便涨价 涨了以后都跑 将来航空 或者大巴 大量开大巴 以前一说铁老大 铁老大 现在这个铁老大这个帽子 已经名不复实了 因为其实是竞争 非常的激烈的 如果要是说像很多 比如说在飞机的淡季的时候 很多人他就会选择 就是打折票 一旦打折到四折三折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选择飞机了 所以价格他不敢随便动 实际上在社会 机制上 社会上已经给他约束 但我们就以这个金户为例吧 这两地之间的航空 应该也非常的便利 时间也差不多 这个票价上 如果稍微有一些敏感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会有一些选择 但目前您能不能给大家算一个账 就是这个铁路和我们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上市公司很多 但铁路上市公司 它的这个盈利能力 竞争关系和航空来比较 就以金户高铁为例 它还是处于一个优势吗 它总体来说 它是有优势的 因为什么你到飞机 要提前到机场去 时间成本的逐渐的 它差距拉得很小了 就是过去有比较大 因为你速度慢 北京到上海需要时间很长 现在飞机的包括安检 包括提前去 这个路程 而且机场离城市比较远 而且我看好就 这个可能也还不具备完全可比性 因为航空公司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了 但铁路即使是高铁 它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刚刚开始了 它不可能完全市场 它只能是部分市场化 你比如说在某一些 比如商务座的票 那可能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比如二等座一等座 那可能票价是不能够由你自己公司来定的 这个是要国家来定的 那么可能比如说你在有一些 以后的有营销上面 或者是比如说淡季旺季 浮动稍微大一些比现在 但是它不可能是完全市场化 所以它进程方式的话 跟航空公司也不能完全去比较 所以找盈利还要找其他路子 比如说广告 比方说送餐等等 这个需要它开度一些上市公司的思路吧 好 总体上来讲这样一条 中国的第一条的作为整体上市公司来上市的 中国高铁线路到底给我们引领了一个什么样的范例呢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 已经运行了八年时间的金户高铁 显然从昨天开始这个新的上市的消息传出来 又是迈上了一段新的旅途 但是不知道两位 在它重新开始要上市的这个旅途 我们要踏上第一步的时候 首先我们应该最注意的是什么 要上市必须把这个企业变成一个真正的金融资产包 那么要按企业化来进行改造 就是我们现在的铁路企业 过去还是以装卸牌为主 完成国家任务和完成社会化服务为主 那将来你要按公司制进行改革 所以内部有很多管理体制 恐怕要进行研究继续怎么推动 这让社会能够承认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企业 那么大量资金可以进入你的铁路里 但这个企业又得为股东 又得为消费者 还得为国家 要掌握好这个平衡 你又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 要为大众化服务 同时你又是一个企业 需要捏好一个度 这个金户高铁如果要成功上市以后 的确我觉得一个是对高铁的建设 另外的话就是对于铁路机制体制的改革 都会采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我想说后面的 就是说在这之前 其实这么多年来 大家一直在讨论铁路的机制改革的问题 但是全世界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是路网分离 然后有的是分别变成不同的公司等等 其实都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土 然后这样的一个铁路网 到底怎么样的话 引进进攻机制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探索 就是金户高铁这样 也就是说在维持一个统一的一个铁路网的前提下 然后让各个有条件的地方 然后成立一个单独的一个经营主体 然后这些经营主体逐渐的增多 他们引入到社会的资本 然后进行混合所有制的体制改革 然后呢 这些公司之间就有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